我們現在在北村 水南雷宗街 一間大廟旁邊 就是紫薇宮 山觀大帝 玉皇大帝 哇 好深 那所以 那我們今天賣的是公寓 有時候會有一些活動 就是因為是大廟 有一些活動 因為今天半普渡啊 對 今天是八月 七月半普渡 所以難免會有 好 那今天是要賣三樓的公寓 我們上去看一下 公寓所以沒有車位 也沒有電梯 所以叫公寓 對 688萬 38萬 但是他在三樓 三樓的三房 好 大概多少錢 688 688 有整理嗎 我們進去看 基本上這個樓梯很乾淨 對 到囉 真的樓梯都很乾淨 對 你要塞上去啊 欸 我要去嗎 等一下 我不缺電 樓梯很乾淨 樓梯很乾淨 真的樓梯很乾淨 代表有在打掃 有在維護 4 3 對啊 這三樓啊 你要做什麼 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 好 我也進來了 開了 等一下 開燈去 好 開一下燈 在這裡 在這裡 這個格局有點怪 對啊 很怪的感覺 開了 這是他怎麼開關 限時久的 但是路況還不錯 路況還不錯 好 我們大概看一下他的廚房 廚房他這邊有陽台 但是他有一個對外窗 廚具很舊 可以換掉了 整間工藝保持得很乾淨 有浴缸 舊浴缸 舊浴缸 這應該也可以拆了 應該沒有人敢在裡面泡 好 這是主臥室 他也有一套衛浴 好 這個也是差不多可以換掉 房間很大 房間還蠻大的 他也有對外窗 那他的採光是在前面 好的 這是他的一個客廳 客廳他是沒有落地窗 我們再來看這間 其實他雖然不是主臥室 可是他的房間最大 還有面對陽台採光最好 那對面可以看得到有那個電線桿 可是這個電線桿是在斜對面 所以他不是在我們的正前方 所以就還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指揮宮三光大帝的廟就在這 好 那我們再去旁邊的房間看一下 這邊可以通 這個房間 通另外一個房間 他鎖起來 等你嗎 等一下 這個房間最小 這個房間是最小 所以兩間房間共用一個陽台 對 而且這個房間 我覺得就 格局怪怪的 怎麼看怎麼怪 我們看喔 真的是格局怪怪的 我覺得啦 這個門應該是在這裡 應該開在這裡 應該開在這裡 對啊 這個因為他是窗戶可以改成門 對啊 這邊 改成窗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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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因為他這個格局怪怪的 是因為我現在從這個大門進來 進來之後左邊呢 不太理想 是這樣 而且他會讓這個房間變小 對啊 因為這邊 這邊把它 變成牆 然後牆壁 從這邊直接圍 直接這邊圍牆壁 你過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這邊直接圍牆壁 這個 這邊 牆坐起來 門改到這邊來 那這個房間就變大 對 然後 我們的大門就改到這裡 大門要改到這邊 這邊改成大門 這樣動線才是比較正確的 而且房間的 這邊的空間才不會浪費掉 這個大概會浪費一兩瓶的空間 一瓶的空間 你覺得這樣子花費要多少錢改呢 看你要用木頭格還是水泥磚牆 這樣 現在 現在的材料 全部弄到好 大概 不知道要不要十萬 要這麼貴啊 可能也不用十萬了 一個看 找水泥 那個 投資也塞幅 不過說真的 你剛剛說的 這樣子改真的 這一間房間就會變得很大 對 而且動線會比較好一點 對就是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願意花十萬塊錢做這件事情 對 好喔 可能五萬塊就可以改 可能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石頭 投資於塞幅 好吧 對啊 錢人要找人來估價 好吧 對啊 來吧 大概是這樣 好那688萬 三樓的公寓不會很高 沒有車位 那如果你是騎摩托車族的 就比較沒差 但是 旁邊也可以 租車位 那個這個廟 它不是都有缺點 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可以租車位 對啊 我們有客戶住在這裡 他還是在那邊租車位 是 OK 好那如果有興趣 來找我帶看醫獎 好喔 謝謝 謝謝各位 拜拜